重新看一下剛才這個奇異 其實是想說 如果我有一個奇數 絕對一個奇數 那麼我加絕對的奇扣 看它熟不熟練 如果它熟練 充分必要的條件是 它裡面的非復項 隨便怎麼分 只要是分出非復分非正兩半 這兩個奇數也都要熟練 他們就絕對熟練 感覺他們的項目都是非復 這是同時發生 而且只要任何一個發生 主要兩邊任何一邊發生 那麼這個奇數就是把他們兩個加起來 然後原本的奇數就是把他們兩個相結 有這麼一回事 另外還有一些小性質 這個性質我剛才沒有提 不過我想我還是提一下 然後一樣的你自己回去證明 它從定義出發都很容易證明 假設呢 AN是一個奇數 然後BN也是一個奇數 假設這兩個人都熟練 那麼就會保證 你可以把這兩個奇數相加 相加也會得到一個新的奇數 對不對 那新的奇數就會熟練 而且它熟練到的結果就會等於原本的奇數的來額 可以嗎 那相減也是一樣的 這就很像我們之前在做數列的情況 那一樣的請大家自己回去做個練習 所以我就不出這種奇體了 但這種例行公式的練習你一定要做 因為考試一定會出一些 出一些是為了保護大家 因為它比較簡單 是例行公式的 所以如果出了就是希望你可以拿到六分數 但如果你不去做個練習 那就很危險 所以希望你要了解老師的母親 好 同學 抱歉 弟就笑 好 好 這就是合的部分 那當然成績呢 成績就不是這樣子 因為就像你在有限個向的合一樣 兩個合大概成 是不可以先成完再隨便加滿 然後再分配率 要有分配率才可以 可是這個時候因為先做到無限多向 所以會有點小問題 因為在分配的時候 到底分配完以後 該怎麼加才可以 是一定可以的 還是不一定可以 這就需要很多的思考 所以又是另一回事 那第二件事情 如果我把原本的 我把原本的極數啊 裡面的項插入了一些0 不會影響 他的收斂末發賽 不會影響 可以嗎 好 那你稍微想一想就會了解 因為你插入0的時候 0是不會影響你那些tail的嘛 對不對 你不管再選什麼樣的一段 從某一項開始看以後所有的tail 也像你都多了很多tail是補了很多0進去 但是他還是原本的tail 原本的tail也是現在新的tail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這兩個東西的收斂發生是同時發生的 還有它的 如果收斂的話 那加不0也不會有影響 你說這個太不了了吧 把0加進去 非常不會有影響 沒錯 所以我沒有證明它 甚至不要求你證明了 你自己想一想 還是壞了 壞一下 那麼它有一些好處 就是當有時候我是做出一個序列如何如何 只有我50以後 可以讓我做一些好的操作 所以為什麼可以把它努力出來講 這兩件事情常常會用到 所以大家先記在心裡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 來問一個問題 剛才本來剛好 為什麼我先把它擦掉了 我要再 等一下會再寫一次 一個比較廣 廣泛的問題 我們另 剛才有同學問我說什麼叫Rearrangement 那我現在重新的 我重新的把它解釋一下 我在旁邊解釋好了 在這裡 你要先講什麼叫做一個數列 對不對 Sequence Sequence 就是一個 一個映射從自然數到實數 可以嗎 你就是把N對到AN 一個自然數到實數的映射 就叫一個數列 所以我故意寫成映射的樣子 那什麼叫做Rearrangement 這如果叫A的話 我們先講什麼叫做Stop Sequence 剛才大家對我的圖道有點困惑 Sup Sequence Sup Sequence就是把其中的一些象交出來 但是不改變它的順序 所以你可以這樣講 就是把它接上 把它接上任何一個 它是一個單色 或者我這樣講 它是一個嚴格逆爭的 連個逆爭的東西 就是你這邊帶的數字如果有大小關係 它得到的新的編號也要有大小關係 但是可以移一個更遠也沒關係 你把它接過來就得到新的數列 這樣叫做一個Sup Sequence 當然啊 當然你也可以考慮有線上的Sup Sequence 我可以考慮一個有線值 但是我這邊寫的就是無效 你可以自己另外寫有線的定義好不好 就不特別寫了 所以對話來說它會得到是AnM 這個就是新的DM項的意思 這叫Sup Sequence 順序沒有變 叫Sup Sequence 好 那Rearrangement呢 它也是那樣類似的 它也是把你的竹馬做一些代換 它這個地方一樣寫了一個重新的竹馬交換 只是我要求這個必須要是一個Bidget 就這邊兩個 每個人都會被對照 然後不同的會對照不同的 這樣的話合起來這個東西就叫做一個Rearrangement 叫做原本的Rearrangement 可以嗎 這個符號都不是絕對的 只是一種寫法 你要換別的寫法 你要了解它的意思 或只是說你要怎麼樣來理解 什麼叫做子序列 什麼叫做重排 它都可以用集合的符號來寫 所以我會用對我們的論證是方便的符號 不一定會寫成這個形式 可以嗎 其實概念上它應該是非常清楚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子 問題是說呢 如果有一個極速它收斂 它是不是會保證 好 我剛才是寫N' M 了 但我現在換個寫的檔好不好 我就換現在新的這個寫法 這個收斂 這個地方呢 A N M 是一個 Rearrangement 原本的A N 可以嗎 好 我們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乘D 好 一個極速就像核一樣 把一大堆東西加起來 那麼如果我換順序 換順序會不會 會不會它就不收斂了 這是一個問題 好 好 第二個是說 如果收斂 如果這個也收斂 它會不會等於原本的這個東西啊 這都是問題 這都是問題 就算收斂 收斂都會跟原本合一樣嗎 那麼 我們稍後會看到 這個問題的答案 一般是否定的 就是只要你討略是一個隨便的技術 就算它收斂了 那你就會發生很奇怪的結果 換順序有可能會是收斂 也有可能換完之後 會收斂的有難不一樣 那我們稍後會看到 它會更誇張 你可以把它換順序 讓它發生各式各樣可能的情況 你只要適當地換 就會發生各式各樣可能的情況 好 那你會說這種病態是不是很慘 因為我們數學不是只要病態嘛 對不對 不是病態 是病態 不是病態 病態都比較好 那提到什麼 你要瞭解什麼時候會有規律 你要找出有規律 所以我們要瞭解什麼時候這個答案是yes 那剛才其實有提到 答案就是要絕對熟練的話 就不會出現這些病態的結果 這是第一位的結果 那在一些特殊的情況 你可能也可以有一些部分的結果 但是我們一般就是在絕對熟練的情況下 這些病態的情況不會發生的結果 好 就看起來問的問題是哪個 好 那麼怎麼看這件事情呢 我們要瞭解這些極數的問題的時候 要先從基本的極數開始瞭解 最簡單的極數就是非負向 就是正向極數 然後 你可能會示範的問題 都會示範的問題 就要有外面做的問題 有一個個問題 在意面做的問題 也不會說 有一個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個情況 就是如果呢 每一個項都是帶來的 對所有的正等數 如果是這個的話 他的答案 應該說 兩個答案都是肯定的 就都不會錯問題 如果他原本會收斂 換順序以後還會收斂 然後呢 如果他收斂了以後 我叫換順序以後答案是同一個 收斂同一個 所以我們先處理最簡單的情況 就是肥負向的基數 那我們現在很簡單地想想看 很簡單地想想看 這個叫做1號 我們很簡單地想一下 如果1是對的 我還沒有告訴你它為什麼是對的 暫時先讓我們相信它是對的 如果它是對的話 那麼對於其他的 假設不是肥負向的情況 絕對收斂是不是會對 我寫另外一個敘述 如果呢 這個基數它是絕對收斂 結果也是對的 那2當然比1強 對不對 因為如果這是肥負向的基數 然後收斂的話 那當然是絕對收斂 所以結果是對的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問說 這個比較強的敘述是不是對的呢 反正是實際上1會推得2 就是如果你先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情況 基本的情況 只考慮所有的項都是肥負的情況 如果你可以證明這兩個答案都是對的 那麼一般的情況只能絕對收斂 你也可以證明答案都是對的 答案都是成立的 換順序 不會改變收斂 還有它的合理 可以嗎 好 那麼我爸爸注意個幾題 講一下齁 我很簡單地講一下好不好 我很簡單地講一下 但是 合不合幾題 我先講一下 然後你們再來決定要不要輸呢 好不好 我們先講一下 感覺一下 最實際到底是不是大家可以複合的聊 一定是可以複合的聊 好 來講一下這個怎麼看的 好 我們現在要證明1推2 所以在我心裡面 1的敘述是對的 也就是只要全部都是大於等於0的 我被愛怎麼搞都可以 交換進去 都沒有問題 收斂就會收斂 答案也不會不懂 好 在這個假設之下 現在我們拿一個新的技術 叫AN 我知道它絕對收斂 這是假設我知道的 然後我的問題是說 那請問我可不可以說明順序怎麼換 都不會影響 可以嗎 好 那結果是利用CT3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CT3嗎 CT3告訴我說呢 只要是絕對收斂 那P跟Q就都會收斂 對不對 P是所有的非負向 某些非負向 Q是某些非正向 但它合起來是整個數列 對不對 這兩個就會收斂 如果現在假設絕對收斂的話 這兩個都會收斂 而且我知道一件事情 下面這些結果是成立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把原本的技術換順序 請問你換順序之後 P跟Q會產生的效果是什麼 解釋換順序嘛 對吧 可是呢 P本身是一個正向技術 Q也是正向技術 所以你換算順序的結果 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它熟不熟練跟答案 對吧 因為我們假設的第一種情況是正確的 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會做CT3 那你就可以推出ITER 所以我已經做完了 byExercise 3 對不對 剛剛大家要解說了一個小灘灘 但是你要回去想一下 好壞好不好 就想一下 因為你知道當老師有說真的很貴 我實在想要給你很多奇體 因為你不錯奇體你是不能貴的 但給你很多奇體 好像你們都寫得到 只要我的 你的動力 所以大家要 我們盡量取得一個平衡 可以嗎 所以我寫壞 你不一定要寫成書面的奇體交障 可是你務必一定要想一想 一定要想一想 可以嗎 所以2是比較厲害的 2比較強 2比1強 但是你只要1是對 2自動會對 利用CT3 所以你要好好做這個CT3 那在極數的理論裡面呢 很多時候關於這種交換性啊 周鍊性啊等等的定理 你都可以先處理 背負極數的情況 正向極數的情況 只要它對的話 就可以自動推得 絕對熟練的情況也是對的 好 就用Denberg會集中的來想 E為什麼是對的 對不對 所以只要向頭是大於能力的 那我們要證明 它換順序是不會改變的 可以嗎 好 這個時候一定要出息 我一定要出息 這次我把它擦掉了 還沒擦過 叫擦掉了 可以嗎 有沒有反正擦掉了 沒有的話 叫擦掉了 好 好 我們現在專心的來看 為什麼D是對的 就是非負極數 非負向極數 加起來 為什麼順序可以換 不會改變它熟練活發展 怎麼看呢 實際上你想一下 這個向越加 應該不會變小嘛 就會越大 對不對 越加越大 那麼我們可以考慮一個更廣義的東西 我們可以考慮一個更廣義的東西 好 我們去說為什麼D是對的 我們看你的超級界都不知道 好 實際上 這個東西 這個核 它其實會是素 素 什麼東西呢 有限多項的核 的數 A N 1 加 點點點 加到 A N K 然後呢 這個地方 N 1 不等於 N K 然後K是正等數 把所有這種東西收集起來 抽數 符號我再解釋一次 大家可能一下子還感受不到它到底什麼東西 第一個 這是一個集合 好不好 那講一個集合的時候 我就要知道它的元素是誰 所以什麼是它的元素呢 它的元素就是 我隨便從原本的數頁裡面 集數那些數頁裡面 隨便拿K的東西 K可以是任何正等數 可以是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都可以 你隨便拿 拿出來以後就把它們加起來 所以就在原本這堆要加起來的東西裡面 隨便挑有限多個 加 這個時候順序當然可以變嘛 因為只有有限多個 對不對 所以我寫不寫這個 這很重要 只要讓它們是相異的就可以了 好 我考慮所有的有限的 而且不用連續的喔 就是可以跳著加 拿三個拿五個 隨便加 我把所有可能的答案全部找出來 這是一個集合對不對 我說這個東西的最少上界 就一定是原本的合 可以嗎 好 那當然 我這個寫法是包含了 無限大的情況 就是如果原本這個是發散的 那這個東西就素的無限大 就是沒有上界的意思 可以嗎 好 這是結論 這是說明 好 那這個地方呢 來給大家畫一下 好 一樣的 講出來的時候 我大概都會先解釋一下 可是你如果現在有辦法記下來看得很好 記不下來的話 回去看看影片 重新想一下我的理由是什麼 那自己把它寫一次 好 我們來想一想 敘述清楚嗎 先想看這個敘述 先想一下左右兩邊分別代表的意思 可以嗎 你在學出學的時候 永遠不要忘記你在在幹嘛 你們常常發生一個情況就是 注意到你們在上寶貝招來之後 想想這個問題 就是太high了 就是他討論的東西 討論太high了 可是討論到一半就忘記自己 本來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那樣很high也沒有用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你每部都要知道我們現在的假設是什麼 然後我要幹嘛 我們現在的假設就是 有一堆這部的數字 我要算它的極數 我要知道極數中收斂 收斂到多少 那先別忘它的定義是什麼 它的定義是你要先去看部分合 對不對 從第一項開始下 加到第一項下 然後得到一個數列叫SN 我要問SN收不收斂 那以非負項的極數來說 就是要看SN有沒有上界 這是一樣的意思 可以嗎 因為它越加越大 所以只要我上界就會收斂 好 所以這邊是要看SN有沒有上界 對不對 來請問大家 右邊是看任何有線上的合 把它全部收集起來 請問你SN是不是一個有線上的合 是嗎 就是前任上的合 對不對 所以SN 這邊你在看的那些SN 是不是這個集合的一部分 是吧 S1就是只有一下碼A1 S2就是A1加A2 對不對 所以所有的SN 是這裡面的一部分 對吧 好 所以話題要說 SN的最小上界 應該不會超過更多的人的 最早將近 對吧 可以嗎 好 這邊SN是越加越大 那這邊是某些亂之下的人 好 那反過來 認給一個有線上 有線上的合 請問你 你可不可以找到一個SN壓制它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挑E35項 你可不可以找一個SN壓制它 S5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因為你每個像都是非負的 對不對 所以你這整個像 我都可以找到一個SN壓制它 利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講 其實它的最早上界 就跟它的是一樣 可以嗎 可是S2是一個單調非檢出列 單調非檢出列的極限 就是它的最早上界 對不對 所以利用這個方法 你就知道 其實兩邊一定是一樣的 那無界的情況 很容易也可以看得出來 OK 可以嗎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你要把它想過一次 就別忘了 本來我要的是 從第一項連續加加到第二項 然後我令人會越來越大 可是我現在考慮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 就任條有線個出來加 可是不要求連項 東西看起來表面上變得多了 可是呢 雖然變得比較多 但是你任條一個有線項 我總是可以找到一個SN來壓制它 跟他們兩個人的最早上界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其實他們有共同的上界 一模一樣的上界 所以最早上界就一樣 那這樣一來有什麼好處 左邊這個東西 你必須要移取從第一項加到第二項 所以你換順序以後 這個SN是會變的 本來你的一加二 可能現在換順序變一加三 它就不是一個部分了 可是呢 右邊這個表示法的好處是什麼 就跟順序五關 對不對 因為你是把這堆數字裡面 挑有線項出來加碼 考慮所有的有線項能量 你換完順序之後 然後再加五間項出來加 跟原本還沒換順序的 五間項拿出來加 是不是同一堆東西 既然是同一堆東西 數個是不是一樣 對吧 只是東西的編號可能不太一樣 但對象是同一堆數字嘛 所以這樣一樣我們就看得出來 所以這兩邊是一樣的 那也就順便推得了 第一是成立 對不對 可以嗎 因為當你把它寫成這樣的時候 右邊就算把它從來 答案還是一樣 可以嗎 好 好好把這整段寫一下好不好 我不想把這個論證寫下來 因為也可以寫下來啊 但是我發覺好像要讓大家自己想 會比較有覺醒的效果 所以你自己把它想過一次 OK 好 這是常見的一個現象 所以以後我們會有機會會再去談 我們現在談的是一些樹立的核 對不對 你可以談同一般的 有一堆東西 一堆非復合數字的核 是什麼 那個時候你可以把它定成就是 那你才會有現象出來做核 要考慮所有這種東西 構成集合的數 那你就定想它的核 那是一個辦法 那當然還有各式各種求核的方法 就要看你的定義 只是說這個時候 它剛好跟我們剛才集數的 收斂的定義是完全一樣的 可以嗎 好 好 所以這個問題一回答了 就是只要每個an都是大0等於0的 那我就知道本來收斂 就會保證換順序會收斂 而且收斂到的答案是同一個 好 那剛才又告訴你2也會對 就是只要一開始這個東西 你只要絕對自止收斂 那右邊的結果也都是會對的 因為把它換成P跟Q這兩個數頁 就可以了 好嗎 好 那這告訴我們說 絕對收斂呢 很好 絕對收斂是很好的收斂性 現在我們來換一個問題 因為黑板都是必要的 好 我很快就必須要再寫新的東西 所以我們先把剛才寫的東西 先找到硬在腦海裡一次 好不好 兩個主要就要插掉 我現在講的是任何一個數列 我就先把它人為的分成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肥負的 一部分是肥正的 但是順序不要調換 順序要弄 只把它們挫開來 挫開之後呢 那兩個東西 一個叫P 另外有加了負號名Q 所以這個P跟Q都是正向 非負向的數列 那我們說這個形體告訴我們 只要數列是構成的極數 它是絕對收斂的 充分必要條件 就是這兩個可以附數列 構成的極數要是收斂的 而且有下面這樣核的等式 絕對值的核會等於PQ的核 的上核的核 那原本的極數會等於PQ極數的差 請記得這件事情好不好 好 好 那現在我們要 先就這樣去演 我們現在來看另外一個情況 剛才講的是絕對收斂 就會有很多好的定值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 條件收斂的情況 如果這個極數它是條件收斂的話 會怎麼樣 那實際上會產生非常怪異的現象 在那之前 我們先想一想 所以這表示 第一個它不是絕對收斂 按照定義對不對 好 可是呢 又有其第三 我們知道 只要它不是絕對收斂的人 就表示這兩個人怎麼樣 不會同時有限嘛 對不對 至少有一個出現 好 這個是由其第三 好 來 我們先去換邊 好 來 Excel小三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問一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一個有限一個無限 我現在知道這兩個東西 有一個至少有一個 叫做無限 但是我並沒有排除一個有限一個無限的狀態 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一個有限一個無限呢 別忘了條件 我們的定義 觸發點 觸發點是什麼 觸發點是它條件收斂對不對 條件收斂 要這樣原本是收斂的 可以嗎 好 如果原本收斂 然後一個有限一個無限 你絕不覺得它原本的東西 就不會是收斂的 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好 事實上 它們兩個都是無限大 同時是無限大 就這兩個級數是同時會越加越大 好 那是不是為什麼 我實在想給我寫個換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寫下來 好了 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東西收斂 因為這個收斂 因為這個收斂 你要注意到 這個是收斂 這個是收斂 如果 如果說 這個 Q 假設Q它是有限的 假設它有限 就會出現不好的結果 好 現在我說 如果Q有限 那麼 P 它就會等於 an 加上 q k 那就會有限定 好 我寫這句話 有沒有什麼 限考閱歷的地方 我寫這句話 有沒有什麼 有限考閱歷的地方 右邊那個沒有 因為這兩個都收斂的話 那當然沒有問題 好 那 這個等號 有沒有一點有限考閱 當然還是這裡也有一點有限考閱 好 那這個等號也是一個有限考閱的事情 為什麼PJ的核就會是他們兩個的核 要很小心的想法 那你有六種方法可以做 你可以從定義組法去檢查 PJ的核是不是收斂 而且就是他們的核 這是一個辦法 還有一個辦法是什麼呢?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我剛才查料的解決 我剛才說 如果你有兩個收斂的極數 那你把比如說an跟bn的極數 你把a跟b先加起來得到的極數 也會收斂 而且它的核就是原本的核的核 對不對 那你想一想 P可不可以寫成它們兩個的核 來想一下這個問題 這樣很不行嗎? 對不對? 因為P只是其中一些a嗎? 這個Q是一些負的a嗎? 負的a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 這個壞留給自己想 我要講核的核的話 請聽一下 我要插入0 插入0 舉個例子來說 舉例來說 假設P呢 假設P就是a1 a3 a5 a7 這樣 假設P是這些 Q呢 假設就是-a2 -a4 -a6 可以嗎? 那本來這個地方是 A1 A3 A5 A7 我就故意把它寫成 A1 A3 0 A5 0 我得到一個新的極數 對不對? 那個極數跟它是同一個東西 沒變 那這個呢 就不懂 這是原本的A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把它漏掉的 也插入0 可以嗎? 這個時候呢 它就真的會滿足我剛才講的 先加起來會等給它的能量性值 可以嗎? 好啦好啦 寫這樣給你看 好不好? 好 這是想像的喔 想像喔 pj 是這樣 它就是a1 a3 a5 我亂寫 亂寫有創意 10好了 這樣子 好 那q呢 q可以等於是-a2 -a4 -a5 然後呢 -a7 -a8 -a9 點點對不對? 好 那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故意把p的這個極數 改換成 他做出一個新的 叫做a1 0 a3 0 0 a6 0 0 0 a10 我可以做一個新的 然後呢 這個也可以做一個新的 叫做 0 -a2 0 -a4 -a5 0 -a7 -a8 -a9 0 好 那原本的數列是什麼? a1 a2 對不對? a3 a4 這就是原本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上面那個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相信那個習題是對的 我們前面不是有個新的嗎? 都是習題來的那個壞 那個壞就是說 兩個數列做所來集數 如果他收斂 他加起來也收斂 那你先把他加起來得到的結果 也要熟練喔 而且他就是等於他們兩個加起來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你利用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證明這個壞是對的 所以他們兩個既然收斂 那他就要收斂 可以嗎? OK 所以只要這個p跟q 其中有一個收斂 另外就要收斂 假設原本的級數是收斂的 可以嗎? 好 這邊可以有一些比較細的條目 我就不想列出來 你自己要把它整理一下 不要忘了 其實第3是最初的 只要這個級數呢 他的絕對值加起來是收斂 絕對收斂 那pq是同時收斂 可是呢 絕對值加起來 不收斂的情況可以分兩種 一種是本來的級數收斂 這個時候 pq就要同時是無限大 因為只要有一個收斂 另外一個就會收斂 可以嗎? 所以只要原本的級數 不是絕對收斂 是條件收斂 那pq就是同時是無限大 那第3種情況是 原本的級數也不收斂 好 那個時候呢 就會比較難講 不一定 然後會怎麼樣 好 所以至少你知道一件事情 p會是無限大 q也是無限大 這個是條件收斂級數的一個分間的性質 可以嗎? 只要條件收斂 那麼pq加起來就會爆掉 都會爆掉 那利用這個都會爆掉的性質呢 Dirivate 他做了一個很有趣的觀察 什麼樣的觀察呢? 他的觀察是這樣子 如果 an converges converges 這些都始數喔 這些也始數 condition 並且 這個l呢 是any real number 假設我有一個條件收斂的幾數 然後有一個尺數 那麼 我們可以把這個an換順序 好 好 這樣好了 我們這樣寫好了 那麼 存在 一個rearrangement 暫時叫做 a anm 使得這個心的幾數 順序換換的幾數 還是把它加起來 它呢會狩獵的 也狩獵到 可以嗎? 好 這是Dirivate 它的一個觀察 它的觀察是說 只要你這個幾數是條件收斂 你隨便拿一個數字 比如說拿根號5好了 我一定可以把這個幾數換順序 換完之後 讓它結果會收斂到根號5 然後你也可以拿根號6 我也可以把它換順序 讓它收斂到根號6 然後i也可以 -10也可以 隨便 你隨便拿一個數字 我就可以把這個條件收斂的幾數 重新換順序 換完之後讓它變成收斂到你條的這個數字 好 那我現在這個寫法呢 是給了任何一個正數 把這個實數 我可以讓它換順序之後變成收斂到這個實數嗎? 那這是其中一個版本 你還可以寫另外一個 我就不寫出來了 好 我也可以把這個幾數 本來是條件收斂的 我可以把它換到讓它不收斂 換完順序讓它不會收斂 這也可以 好 也都可以做到 事實上也還可以讓它做到更複雜的情況 不過那個複雜的情況就不需要多寫了 據說你對它那個極速的走向 一直加上去的時候 它好的結果 你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那我們那些人呢 會說明一下這個新的Origion 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做法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很直覺 然後用這麼直覺的方法 就告訴你說其實無窮多個數字的 而它的性質是超過你的直觀的 如果你不小心的處理的話 好 那我從這邊開始 好不好 這個我要擦掉囉 敘述清楚嗎 大家清楚這個敘述嗎 敘述就是如果有一個實數極速它收斂 但是加了絕對值之後呢 就不收斂會被爆掉 這個時候我可以把它換順序 讓它收斂到任何我給定的數字 我也可以把它換順序讓它 或者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不是同時啦 算了 知道了 就讓它不會收斂 那做法很簡單 做法就是我們真的把那個換順序的換法 告訴你怎麼換 那你注意到關鍵 這是我剛才講的 只要你頭鍵熟練 那這個PQ這兩代一定都會區間無限大 也就是說你拿P一直加 它就可以超過任何我要的數字 然後拿Q一直加 也可以超過我要的數字 好 那做法是這樣 我們畫了什麼 假設L在這裡 L在這裡 那我就先看 我的第一項在哪裡 所以比如說A1如果在這裡 就是A1 為了方便 我們就把它叫做 叫做P1 就叫A1 A1在這裡 A1如果比L小 或小為等 如果A1小為等於L 那我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我就開始不斷的加上P 我就一直加P 一直加P 所以我就把它加一個 比如說 看A1 是負來證 我們看看 我就加P 它可能是P1或P5 我加一個 因為整個A1自己就是P1 所以我可能從P度開始加 也可以 我就一直往右加 我就加一個P 比如說P P P1 然後再加一個P 可能是P2 一直加 可是我知道想要一直加P 就會超過任何我肯定的數字 因為P會一直加 會加到無限大 所以我已經加到某一部 會超過它 對吧 超過它 超過它 我超的畫不太好 畫了 會讓我等一下要再很困難 這個L是藍色的 所以我可能超過跑到這邊來 對不對 這裡還是P1 這全部都是P 超過之後呢 我就從這個項開始 加Q 我說難怪可以加Q -Q 應該就-Q 因為Q是非負的 我就開始一直減 它就開始一直跑 那說到某一部一定會超過L 跑到這邊來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我就開始又加P 我就開始又加P 一直說下去 持續這個過程 所以只要我加P 加到超過L 第一次超過L 我就開始加Q 然後加到超過 反方向超過L 之後我就開始加P 然後我知道我每次 都已經可以加到超過L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P級數 加起來是曲經無限大的 所以就算我前面 也要五千多項 從後面五項開始加 它還要曲經無限大的 可以嗎 所以我總是可以持續這個過程 一直做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 所有的項都會被用到 因為所有的P跟Q都會被用到 那就是所有的A都會被用到 對不對 我就把這個叫做新的 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 比如說 所有的12項都會被用到 對啊 因為我是按照 比如說如果它是Q Q1好了 我就P1、P2、P3、P4 對不對 然後到我們不停了 可能P100 開始換Q Q1、Q2 可能換Q50 然後再來就是P101、P102、P103 再來換Q51、P52、P53 這樣子 對 用過來 但是你會死我都會死到 你任何一個有限的正整處 都會在這個過程裡面被我用到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就做出了一個新的順序 可以嗎? 新的順序就是這下新的第一項 這是第二項 這是第二項 這是第三項 這是第四項 新的 所以排序完之後 我得到一個新的排序了 這個排序呢 就給我一個新的極數 那我們來問一個問題 這個新的極數的極限 是不是L? 是 原因是什麼? 這讓我們不會解釋 再來 你要想部分合嘛 對不對? 請問這個新的極數 部分合 新的極數的S1是誰? 就這個人 對不對? S2呢 就這個人 S3呢 這個人 S4這個人 對不對? 好 一直到這個人為止 他們跟L的差距 都不會比第一個人跟L的差距大 對吧? 所以後面這些人 跟這些部分合跟L的差距 是不會超過S1跟L的差距 好 那再下一個呢 這個人跟L的差距 就不會超過P 這個P對不對? 可能P版 不知道 所以這個部分合跟L的差距 是不會比某一個象來的大 不會比某一個象 這個象是某一個原本樹列裡面的象 這個P 那你繼續看 後面這些東西跟L的差距 更是比這個紅色的短 這些綠色的 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跟L的差距 都比這個要來的短 所以這幾個差距都會被這個P給控制 那再下一個呢 它跟這個紅色的差距呢 會如何? 會被它自己給控制嗎? 對不對? 這個差距會被這個綠色給控制嗎? 那在後面說到這更短 它跟藍色的差距會比這條綠色還很短 所以你會發現 你這每一個部分合跟L的差距 都會被某一個P或某一個Q給控制 可是呢 P跟Q這兩個極數怎麼樣? 會收斂嗎?對不對? P跟Q這兩個數列 數列會收斂到0 極數不會收斂 數列會收斂到0 為什麼? 因為原本的A數列要收斂到0 因為A的極數是收斂 那A的數列要收斂到0 P跟Q是它有幾部分 所以當然會收斂到0 所以你這個線段呢 線段的長度變到後面 我可以證明它的極限會收斂到0 所以你認為那個部分合跟L的差距 會被我們這些線段的長度給控制出 那越到後面那個線段的長度 就會越接近一點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部分合應該要收斂到L 可以嗎? 這大概過程 但因為事實在太囉嗦了 對不起 這個在書本上 我們參考書的第四章 裡面有個地方有提到 大概也知道我嘴巴講一下 所以你了解一下它的意思 好嗎? 所以過程是清楚的 那它告訴你的訊息就是說 遇到一個奇數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收斂的定義 收斂的定義就是要用它部分合 可是即使我們採用這個定義 它還是會非常唯一 它跟你有現象的合 會有很不一樣的性質 比方說只要它只是條件收斂的話 你隨便換順序 都可以讓它收斂到任何必要的結果 也可以讓它不收斂 所以這個合的本身 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意思 如果你改換順序 但是在更早之前我們講過 只要是絕對收斂 那就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太一直做順序 可以嗎? 有問題嗎? 就是在一開始預設的條件中 我們說an要做一個條件嗎? 沒有 但是我們現在是不是條件收斂? 前面是不是講過 只要一個極速收斂 它的單項那個數列一定要有極限制定嗎? 因為sn要有極限嘛對不對? sn-1要有極限嘛 sn跟sn-1這兩個東西的極限是同一個嘛 它的x就是an嘛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雖然很簡單 但是會常用到 所以特別記住 剛剛我們又用到幾件事 就是an的極限是0 所以就告訴我們說 tj還有qk的極限都是0 它的用途就是用來告訴 這裡面出現的任何一個點 跟這個藍點l的距離 都可以對某一個p或某一個q給壓直 因為這兩個字近0 所以那個距離也會越來越接近0 就可以證明它會收斂到l的 可以嗎? 好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下一節我們再來講一個 跟絕對收斂幾處有關的最後一個禁止 那我們就要結束這個討論 一開始我們的出發點是一個 條件收斂的極數 它收斂但是加的絕對值 再加度收斂 那麼這個時候你會自動推出 p跟q這兩個數 數列構成的極數都會發散 這兩個正向極度都會發散 不只這樣你還知道p跟q的極限都是0 所以我這邊用這件事情 因為原本a的極數會收斂 所以保證p跟q的極限都是0 那你會發現剛才的討論裡面呢 只有用到這幾件事 就是用到我們黃色黃起來的 pq會發散 極數會發散的性質 再加上他們極限設的極限 使用到這件事情就可以讓剛才的過程 是可以進行的 因為你的做法就是 你隨便調一個項 就是p1好了 我剛才其實也不用調n1 我就隨便調個p1 我就開始一直看它有沒有在l的左邊 如果有就開始加p2等等 如果沒有就開始加p1 這樣做下去 那你要做的事情只有當你加 那可以先確定可以超過l到另外一點 這件事情是只有用到他們兩個會發散 你就知道一定可以加到超過l到另外一點去 那可是收聽到0是用在哪裡呢 因為你每一加到某個地方 這樣跳躍到某個地方的那個點 都是一個部分盒 就是新的rearrange完以後的部分盒 對不對 這是新的第一項 那你加一個p2 這就是前兩項盒 再加一個p3 就是前三項盒 對不對 所以你每跳到的那個點 就是一個部分的額 我們的問題就是 你這樣跳出來的那個點 構成的數列 有沒有收斂到l 那我們剛才的講法是 反正你發現這個一個點 它到l的距離 一定可以被某一個p或q的q控制 而且那個數碼是越來越大的 你剛說前面這幾個點 它們到l的距離 都不會超過什麼 都不會超過p1到l的距離 然後從後面這個地板開始 這個點到l有一個距離 不會超過這個p1 那這項紅的到l的距離就更短了 會比這個綠的還要短 所以它從這個項開始 後面某有線多個項都會被它控制 然後從這個項開始的 後面某有線多個項到l的距離 都會被這個紅色的項給控制 可是你越到後面 綠色跟紅色的東西 就會越來越接近0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說 你的部分盒這個數列會屈近0 可以嗎? 所以關鍵只有用到 各自的極限是0 然後加起來就會倒掉 只用了這兩件事情 好 那麼我們最後這堂課 來講一下絕對收斂的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剛才中間插入 一個條件收斂的 理論的觀察 只是要讓你知道說 你以前對合作的很多事情 並不能隨便做 就算這個極修收斂 除非它是絕對收斂的 但是它比較相信告訴你 它是平台 所以你不能夠無條件的做這些操作 我們順學也關心的是 在什麼樣的條件下 我們可以做一些理所當然的操作 剛才我告訴大家 絕對收斂的時候 換順序就沒問題 除了換順序這個動作以外 在以前有線多項的核的時候 我們還考慮什麼事呢? 我們可能會投入成績 對不對? 我拿兩組東西先加起來再相乘 結果是什麼? 就是分配率嘛 把它乘開來再加起來 對不對? 可是現在如果你有無窮多的數字 比如說你拿兩組無窮多的數字 然後你把它們加起來 假設收斂 然後你說我要乘開 乘的時候我可不可以展開 可不可以用分配率展開之後再重新加呢? 那你展開的時候順序會變什麼? 那就沒有那麼清楚了 對不對? 那我們要講的事情是 有一個定理 我們把它稱作一個定理 有一個定理叫Proposition Proposition你可以說是一個定理 也可以說是一個命理 它是一個正確的東西 我可以叫它定理 通常我會喜歡把比較厲害的東西叫定理 普通的就叫Proposition 這個Proposition它是說 有一個數列 它是絕對熟練的 然後呢 有另外一個數列 Vn 它也是絕對熟練的 那麼 有一個新的數列 它也會絕對熟練 這個地方呢 CN是什麼呢? CN這個新的數列 構成的極數 這個極數 這個新的數列是什麼東西? 這個新的數列是 你把所有的A A A J V K J加 K 等於N 加起來 也就是 也就是 A寫成 好 A 好 我們為了方便 好不好? 為了一個方便 我們這個極數 我們故意讓它從0開始 好了 好不好? 這沒有什麼影響 對不對? 因為 這個組碼的編號 從1開始 跟從0開始 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 是多一個項而已 不影響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這個地方C也是從0開始 這只是 安圖方便 其實沒有絕對的必要 它就是A A0 1 n 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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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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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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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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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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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2 3 2 2 2 3 2 2 對 這邊一回事 所以這是一個正面的定理 它告訴你說 只要絕對熟練 那麼你就可以做這種即向 當然這不是唯一的一種即向 還有一些別的啦 不過你就不確定 特別是拒絕 這是一個常見的即向的結果 我先來證明 不可能不會有辦法全部再玩 但我先證明其中一部分 看什麼地方可以做 我們先來證明這個CN的絕對詞彙 是絕對熟練的 這個核是絕對熟練的 先來做這件事 那我們前面有提過 我要證明一個級數是絕對熟練 等於是要證實的 等於要證明它的 證明它的部分核是有上見的 對吧 要證明部分核有上見的 那我們就來想一下 什麼叫做CN的部分核 假設從1開始加 加到某個數字 叫做 隨便亂寫 L好了 好 我想要研究這個部分核 我要問它有沒有上見 先來問它有沒有上見 那你剛剛得回去想 什麼叫CN嘛 對不對 什麼叫CN 所以它就是 CN就是加所有的 I加J 等於N 對不對 然後A 這就是J加K 我剛剛聽起來A加J嗎 這方面不錯 好 BK 所以它是像這個樣子 它是拿有些多個東西加起來 然後再對數的東西加 可是呢 三角不等式告訴我 三角不等式告訴我 右邊這個東西 它會小於等 我把絕對值翻到裡面 對不對 所以會覺得到 N從1開始加 加到6 J加K等於N J BK對不對 會是這個樣子 OK嗎 這在那種文字嘛 就是 絕對值先加再取絕對值 因為效比等於先絕對值再加 對吧 好 而且這個一定有問題 因為這只有永遠多個 所以不反抗 這可以做到 好 做到等到這個東西 等到這個東西之後呢 你想一下 這裡出現的J跟K是哪些人 它做出來的是哪 哪幾 哪幾 它是不是從00開始 然後加起來是1的 一直到加起來是N的對不對 出現這些像 那你覺得這些像的 A跟B組合起來的結果 是不是不會超過 你就單純只拿 從1到N的A 承擔 承擔 或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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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 5 5 大家聽清楚喔 那我說那個核啊 核不加起來不會超過 先把A的絕對值拿起來的那個 乘上B的絕對值 拿起來的那個 白的大核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把這有限多的乘開 O O 謝謝 所以我剛才做的 幸好你們就發現 這是L嗎 那個 那個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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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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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嗎 好 一定不會比這兩個乘開來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乘開以後得到的像是哪些 是整個方塊 整個方塊裡面的所有的作標 所有的整處都不要點個像 那因為我現在每個像呢 都是有絕對值 對不對 所以它的像 比那個東西的像要來得多 所以至少都會比較小 因為你加更多飛出的東西 只會變大了 可是呢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它是誰 它是A跟B的絕對值的部分合 對不對 可是我們假設它是絕對受電啊 所以A跟B的絕對值的部分合 都會有線的 對吧 所以它們都會小於等於有個and 小於等於有個and 小於等於有個and for sto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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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所以它們兩個都是有線的 對不對 大家就知道A跟這兩個都會有線的 然後BK 也是有線的 可以嗎 都會修練 所以這樣一來我就保證 C加絕對值的部分合 也會是有介的 那既然部分合是有介的 它就會修練 這個C就會修練 所以就會絕對值 所以C是絕對修練 可以嗎 所以這些東西告訴我 所以第一步並不是很困難 就是一個估計 可以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 怎麼問題 好 那如果這個第一步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看第二步 第二步是說呢 我現在吃到的絕對修練 當然本來就是修練 C就是修練極數 那個極數 那個極數 那個極數修練到的結果 會不會跟A的極數乘上B的極數結果是一樣的 我們要問這個問題 對吧 好 那我們非常非常小心的來看 好 我們給一些詞號 好不好 因為如果每次都寫一個極數 看起來太複雜的詞號 所以不要忘記這個極數 定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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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我剛才知道 這個 CN 是 conherges absol 好 那極數既然修練呢 我們利部分的 用這些符號來教示 我們叫An 好 不要叫Al 叫Al 它就是Al 它就是Al的部分 加到Al下 這樣子 然後呢 B呢 也把它叫VL 這是B的部分 任何 好 那最後 還有C 好 C的部分 可能就叫CL 好不好 這不要這樣寫 所以我們的目標 我們要說的事情就是 Limit CL 等於 LM N T 1 乘下 Limit 1 乘下 Limit 這是我希望不說命的 或者是 可以嗎 我改換一下 換個寫 換個寫 寫掉 這個叫做Al VL 寫掉16 好 我希望證明這個 一定是0 可以嗎 因為如果我可以證明這個極限是0 如果我可以 CL有沒有極限 CL有沒有極限 有嗎 因為我們剛才證明它是絕對熟練 所以CL會有極限 那A跟B有沒有極限 有 我們的條件想是它們絕對熟練 所以跟Middle極限 所以其實左邊這個東西 因為左邊這個東西我知道 它就是A的極限乘上B的極限 減掉C的極限 對不對 那它就是A的極數核 它是B的極數核 它是C的極數核 所以我要證明它 所以為什麼我要證明上面這個等式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那個原因 下面這個等號 這等個0的話 那就相當於我希望證明的這個等式 可以嗎 好 那麼最後這一段呢 稍微有點摸縮 但概念其實非常非常清楚 我們剛才已經感受到其中一部分 什麼部分呢 我們要看這個東西有沒有區域0 那你先來了解一下 主定長的東西是怎樣 好不好 什麼是Al Al就是把A拿0到L來加 對不對 剛才是用絕對值 但是我現在不用絕對值 用普通的 那B呢 B B L就是把B從0到L來加 對不對 那你想 Al乘BL Al乘BL 就是把剛才這個方塊裡面 所有格子連的A跟B 都乘在一起加在一起 只是先不管絕對值 對吧 那什麼是CL CL的話是這個斜斜三角形裡面的那些配音組 對不對 所以剪掉的時候呢 結果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 你把這個三角形裡面扣 欸 怎麼畫得比較好 好 這些地方要扣掉 對角線上都要扣掉 這個點點都要扣掉 對不對 這邊才是你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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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哪個位置呢 每個ij位置 VK 但是我要求 J加K 他必須要 要從 要大0 對不對 所以等個L也不用拿掉 然後呢 這個地方 J跟K 都必須要小為等個L 我目標 我目標都要扣掉 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剩下這一項 這裡出現那麼多項目 我要怎麼來瞭解它 它就是有一大堆A跟B層在一起 主碼是我現在畫的這個三小時裡面的範圍 我們可以把它注意切兩半來估計 切成兩半來估計 切成哪兩半呢 我就把它用對角線 切成這一半 我這個果真不知道怎麼畫 就這樣 還有這一半 我故意把它切成這兩半來估計 好不好 有綠色的跟黃色的 那當然中間交線的部分 看你要把它變到哪一邊都可以 所以像這個盒呢 它可以被切成兩部分 一個是綠色的部分 一個是黃色的部分 可以嗎 這個盒有兩部分 綠色的部分叫黃色的部分 好 那麼我的目標最後是要加絕對值 因為我要讓它趨近零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看絕對值 我們要看絕對值 就等於這個東西加絕對值 對不對 這邊大家都加絕對值 那就有兩個部分 兩部分 綠色的部分叫黃色的部分 好 那當然就小於等 裡面加絕對值的結果 這真不知道什麼是 acdk 加下 acdk 好 這個是綠色部分 這個是黃色部分 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想一想 好 我知道你們看起來 有點困惑 我把它寫出來 這個是acdk 這個也是acdk 這個也是acdk 但是竹馬 竹馬的部分 為什麼我沒有寫出來 因為要寫出來 其實不難 就是要寫 就是你要把那個 不難式全部寫出來 但是這樣寫出來 所以你了解它 沒有什麼太大的方式 你有興趣自己把它寫出來 這都寫得出來 那我要告訴你說 為什麼 如果辦法看出這個東西 它會越來越靠近你 會越來越小 我們就要看出它是為什麼 怎麼看 那觸發這步呢 已經差不多了 為什麼 我做其中一個項給你看 你會感覺到 綠色的部分是怎麼樣 你拿aj乘bk對不對 好 我再畫一個圖 這個 一樣這個方塊裡面 如果我選 這樣 這部分 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是只有蓋住 綠色的部分 對吧 所以綠色的部分呢 它是就會 這個人啊 他就小於一個 ajbk 黃色的部分對不對 黃色的部分 對 黑嗎 那黃色的部分你要用誰呢 你看那個橫的 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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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橫端 所以藍色的部分 是這個 藍色的部分呢 就會壓制出 黃色的部分 黃色的部分 可以嗎 好 所以你只要用黃色跟藍色 藍色跟紅色來壓制 黃色跟綠色就OK 因為現在全部都絕對只 對不對 好 那剩下的事情是什麼 你就仔細的去看一下 什麼是黃色的部分 黃色的部分 可以嗎 所以呢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 它就是 我用平的符號來寫 A可能是從 二分之 好 才會小的 A從二分之L 這怎麼寫得好 都是一隻號 不想用那種符號 好 它會變成DK 好不好 來把它寫出來 K比較簡單 紅色的部分 A是從D到M 好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DL 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DL 但是這個東西呢 就是A的一個Pair 它是一個A的Pair 那這個Pair 我暫時有點奇怪 有辦法講 那個竹馬我不想去生鏽 我寫成這樣子 雖然二分之L 可能不是整數啦 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 我挑的是剛好 切在這個地方的 看二分之L 是不是整數 不是整數 就取它做得一的 做得一的 好 我就取它高四股號 如果你真的要 高四股號 就是小於等於它的最大的 A嗎 所以前面這個東西 它就是A的一個Pair 從A從這個地方加到L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很好呢 因為你知道 這個東西它是有界的 因為VR是絕對熟練 所以這個東西會小於 有一個固定的正數 那因為A也是絕對熟練 所以它的Tail 只要你這個L弦的夠大 所以它會小於任何 你可以定住字 可以嗎 所以這整個東西 你可以讓它比二分之快 總小 只要L夠大 就可以了 同樣的道理 你把這兩個角色翻轉 分成藍色的情況 那就變成 它呢 可以用什麼 它可以用 J是從0到L 但是K是從 二分之L的高四股號到L 那麼大的Pair來控制 那一樣的 後面那部分會去見0 前面那部分會是有界者 所以你也可以讓它 比某個二分之快 從小 只要L夠大 所以這整個東西就會比Excel還要小 只要你的瞭全的夠大 那就相當理是證明了 這個極限是0 可以嗎 好 我們要不然把它寫出來 實在是因為 我也可以 但是 可以嗎 其實那HELL不太容易操作 因為如果你寫的話 會很多說 那我希望大家有感覺到 它的證明了你想法是什麼 至於把那個細節寫下來 你可以慢慢地把我們現在 框起來這些東西塗進去 如果你要畫 然後也可以把這些符號寫得更清楚 最高是符號寫得更清楚 那想法是非常非常單純的 意思是說 我要證明A跟A的極限乘B的極限 就是10個極限 那我就先把它恢復成 還沒有取極限的情況來做估計 可是呢 當我這樣寫以後 我發現裡面這個比較的像 全部寫出來 它剛剛好就是我現在黑板上畫的 右上的這個三角形的區域的竹馬 所奉獻的像 那我希望這個像呢 可以非常非常小 只要NL非常大 我希望它會循環 所以想法就是給AXO以後 我要告訴你 樓要多大 可以讓它比AXO還要小 那我遲早怎麼辦 我遲早把它拆開來理解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不斷地在用三角色的東西 本來呢 斜開的時候 裡面是沒有絕對的結果 但是我把外面也絕對 慢慢地丟到裡面 丟到裡面之後呢 就有很多好處 因為全部都是推附的 所以只要我的竹馬的蛋尾變大了 這個極觸的盒就不會變小 所以我可以把它換成更大的蛋尾 來壓制 那換成更大的蛋尾的好處是在於 剛才這個斜斜的不好看 可是我現在換成直直的 方方正正的 可以單單純純地把它拆成 兩個東西的成績 可以嗎 就是這個紅色的方塊 相當於是你的竹馬 J從二輪值L的高次數號一直到L 讓K是從0到L 所以它可以拆成兩個東西的長跡 那利用原本的A跟P 這兩個東西會絕對的熟練 你知道0到L的這個東西是部分的 所以它會有相階 那前面這個東西呢 可是Pale Pale的話就是L越大 它就可以越小 一個有相階的東西 可能就是說它如果不超過5 那你讓這個東西低體跟這樣雙小 整個東西就會變成雙小 就像這樣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種方式來控制 這個差距是多少 可以嗎 那細節就交給大家自己寫 這個特質上到 我也要 其實還有15分鐘 好 我們先等一下 來到這裡維持 剛才想法上的問題 唯一的差距就是 我們能備來的方式還沒有把這些指法寫進去 那我不會去寫它 建議大家自己委去做個練習 問題說我要不要寫得這樣精確 剛剛好把它分成兩半 然後分成兩半不用 因為我是要用東西來壓制它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重點多算一次 還是可以壓制它 就算你把交集的部分 這個指法共同的部分算進去 你還是可以壓制的人 所以你為了方便 你可以把那個指法壓制進去 然後丟給更大的來控制 好 可以嗎 所以呢 以後你知道一件事情 那個證明的細節 你慢慢看 但結論你先記得它 如果你有兩個絕對熟練的技術 那麼你想要問 它的相承以後 可不可以有某種分配率的跡象表示 它告訴你說可以 其中一種就是斜的分配 你把竹馬加起來是固定數字的 那種像 有在一起 有限多分加在一起 它等到一個新的數量 給你一個新的奇數 剛剛的奇數會熟練 而且就是原本的結果 不但如此 它會絕對熟練 它會絕對熟練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個它的應用 這件事情每個應用 我們來看例子 這些例子呢 將來我們都還會再看到 好 直接讓大家 心理有疑 欸 我好像還沒有出習 對不對 對 所以後半堂課還沒有出到習近 好 我們在出習一陣 先來看一個例子 好不好 先來看一個例子 好 剛才講了那麼多奇數嘛 那為什麼要講習近平 你要講為什麼要講習近平 假奇數的原因是 我們平常在研究數字的時候 對你而言 數字好像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表達法 比方說一個實際位的表達法 數字 可能變差一點小數 或是分數 但是在數學的理論上 我們不能夠只看那種表示法之下的數字 有一些別的東西 別的表示法 我們也要一視同仁的 可以對他們操作 我們要對數字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比方說奇數就是一個例子 那在上一次的課裡面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了 一個實際位的表示檔 是會給我一個數列 其實就是某個奇數的部分 的數列 可以嗎 所以改過來任何一個奇數 只要熟練你 我就要覺得它就是一個普通的數字 雖然它不能夠寫成一個更簡單的東西 我還是希望可以理解它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我現在能對任何一個實數 等一下 先做個數字 做個數字 好 回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這樣的 在我們前面所發展的理論裡頭 我們多慢著重在實數的討論 對不對 實數 不管是數列的收斂也好 奇數的收斂也好 我們講都是實數 然後一開始講實數的 我們間斷性 有什麼最早上限的間斷性 區間套定理等等 可是呢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 可以超出實數的範圍 我們可以 把實數呢 還有絕對值 這是絕對值 絕對值 這個東西 把它換成 換成很多別的東西 可以 換成更一般的物件 更一般物件 好 有多一般呢 在我們講最一般物件之前 我們先舉個例子好了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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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它換成 2N尾的OC同件 然後呢 絕對值可以換成 我們站起來 用絕對值 就有固定 好不好 用絕對值有固定 好 這地方N是一個正點處 然後呢 這個絕對值是什麼 絕對值就是 只要你有一個元素 它的長相是XE到XN 那我們就把絕對值 定例成 把所有的座標加起來開根號 好 平方加起來開根號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就絕對值 那你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應該學過 N等於1、2、3的情況 對不對 1就是普通的 絕對值 那2的時候 就是平面上的一個向量 到0的向量的長度 對不對 那3的時候也是向量的長度 那我們說 以此類推 對一個N為0空間裡面的元素 它的長相是這個樣子 就是有N的數字 好 對不起 謝謝 好的 N的數字 N的數字呢 就叫它的座標 那我可以規定它的絕對值是什麼 絕對值就是規定什麼 每個座標的絕對值平方 加起來還更好 可以嗎 只要推廣你以前的會的概念 好 那這樣一來呢 只要你有絕對值 我們就可以 發展 果總理論 什麼理論呢 你可以去發展一個收斂的理論 樹列跟極速的收斂理論 可以嗎 這是一個註解 就是只要你有這個絕對 然後這上面有有加法 對不對 它有加法 承打不一定有 有加法 你就可以去發展 樹列跟極速的收斂理論 這句話什麼意思 好 好 什麼叫做實驗 樹列跟極速的收斂理論 來想一下 我們談到樹列的時候 以前之所以有一個 十數樹列 對不對 什麼是一個十數樹列 它是從自然數 印到十數的一個印射 對不對 你可以告訴我 一送到誰 二送到誰 這樣叫十數樹列 那我可不可以考慮 一個在RN中的樹列 可以嗎 我就考慮從自然數 送到RN的印射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告訴我 第一個人是誰 第二個人是誰 第三個人是誰 就會對應到有N個數列 因為你看他的分量 就是N個數列 所以給一個 在RN中的數列 跟給N個數列 中的數列是一樣的意思 可以嗎 好 那 以前在數列 十數數列的情況 我們不是有去定義什麼 叫做數列的極限嗎 對不對 我們說有一個數列 十數數列 它收斂到一個數字L 它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以L為中心 任挑一個範圍 我可以告訴你 第幾項以後的人 會掉在這個單位 對不對 我如果今天不要看十數線 我們就看另外一個 比如說平面 平面 平面 平面上有一個點列 這不是數列 叫一個序列 平面上有序列 序列是什麼 就是有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等等 那我要問這塊點 它會不會收斂到某個點 我可不可以定義這個概念 當然可以嘛 你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直覺上來講就是 越到後面 這個點就越靠近那個點 有一個點 某個點 叫L號 那怎麼講它的定義呢 定義就是 剛才是畫一個範圍 對不對 Epsilon範圍 我現在要怎麼做 你可以畫一個距離L 距離在Epsilon以內的點 可以嗎 距離L Epsilon以內的點 你把它畫出來 然後你要告訴我 選定這個單位以後 我可以告訴你 某個N項或的項 那些點 全部會掉進去 如果這個敘述滿足的話 我就說 這串點會越來越去近那個點 L 可以嗎 所以我們可以一模一樣 模仿以前的極限的定義 你就把絕對值換成 現在這個絕對值 直接在這個絕對值呢 兩點相減的絕對值就是有距離的意思 就那兩點的距離的意思 好 好 那這樣換之後 那數列就 數列可以變成點列 就變成RM中的一串點 它收斂的概念也是有的 那極數呢 可不可以有極數的概念 可以嗎 因為剛才在討論極數的時候 什麼是極數 就是有一堆實數 你要把它加起來 對不對 那你要說極數收不收斂 你看的是什麼 部分這個數列 收不收斂 對不對 如果今天要加的東西不是數字 是一堆RN中的元素 我可不可以加呢 可不可以做部分的 可以嗎 因為每個就是一個項量對不對 你加的時候就是足分量相加 所以你加了前的那個以後 它還是一個項量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項量的序列 然後一樣的你說 如果這個序列 收斂到一個項量 或收斂到一個點 我就說 一開始這個項量極數 是收斂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你現在都回到數列的收斂 那只要你在數列的情況 可以把它推廣到點列 這個RN中的點列 所以極數你也可以一模一樣的推廣 然後你也會一模一樣的有 像絕對熟練這種概念 也就是說你加了絕對子之後 它有沒有收斂 那留給它回去做一個小練習 好 小練習 這個小練習是 我剛才這個頭語上講的這個項量的收斂 剛才不是說嗎 給一個項量的點列 就跟給N個數列是一樣的 你可不可以回去證明 項量收斂到一個點 就相當於是 那N個數列 要收斂到那個點的N個座標 可以嗎 好 要聽懂嗎 好 等一下 等一下喔 好 好 請你 如果現在呢 有AN 不要叫AN 好 AM 他就是 AM D 一直到AM I 有關於什麼 好 好 然後這個M呢 好 我們說一個點列 現在是一個序列 它是一個在RN中的點 它的D N個點就長得這樣子 我們說它呢 它能收斂到 某一個L 這個L 這個L 你可以把它寫成LT 一直到NL分 好 它是在RN裡面 好 當分區間不見大 當我這樣寫的時候 我要定義它嘛 它的意思是什麼 它的意思就是 認給一個FLO 我可以找到一個大N 使得 這個AN 比減掉L的距離 會在Excel裡面 如果AN 大於RN 後面完全一樣 跟以前都是一樣的 唯一的區別只是 這兩邊的像樣 那我說 請你 證明 吉利 聖宗中有吉利 啊 這個禮拜師叫做 不要啦 不要啦 禮拜師叫做好 因為這個今天選擇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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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師叫做好 好 你證明 這個 這個點列收斂 難道有 它就等價於 等價於 這些點列 好 M J 好 對不起 這用M 好 M J 它就是L J 然後J 是E到N 可以嗎 就你這樣一個 向樣點列 它收斂到一個向量 就等價於 它輸貨的分量 就收斂到 那個東西的輸貨分量 互推喔 可以嗎 好 所以 最後再講 所有的理論都是平行的 你可以把絕對收斂的理論 極速、絕對收斂的這些東西 全部推廣到向量的情況 可以嗎 因為現在極速可以有向量的意思 所以絕對收斂就是加絕對極以後 要收斂 那今天所證明的關於極速的定義 大概對向量的版本都是對的 也就是說 只要你有一個極速、向量的極速 只要它是絕對收斂 你就可以把它隨便換順序 答案不會改變 可以嗎 然後 然後 如果是複數的情況 那時候再講一句話 複數的情況呢 我們把複數 這是一個註解 複數可以被R2 想成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它多了一個東西 它多了一個承把操作 它的承把操作的特性就是 先相承再做長度 會整理 先做長度再相承 那這樣一來呢 你對複數就可以做 對時數做了大部分的事情 就算看到長度 這包括我們剛才證的最後一個結果 最後一個 那個絕對收斂的結果 最後一個 那個絕對收斂的結果 最後一個 我沒有用到它的實數 因為只有你絕對值取下去 你只用到什麼 三角不等式 然後用到相承以後的絕對值會小於等 絕對值強承 在複數的時候是剛好的 可以嗎 好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在複數的情況 複數的絕對 是不是可以推到下面的絕對 單是十 這件事情也就是叫做 你在尾形根裡面 做了很多事情 我可以把實數都換成複數 這種會是對的 那我不會再做一次 以後我會直接用 可以嗎 所以我會直接使用複數的幾數喔 至少一個 好 我們先上到這邊 好不好